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7年出生于山东德州 也就是到活到今天 他才刚刚23岁 但是他在2018年 因为被婆家虐待之死 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呢 听我读给大家听一听 这位方母羊的父母父亲已经去世 她的母亲呢有精神病 她是一个独生女 那么根据这个精神病学来讲 她可能有遗传的精神病 她可能遗传了她母亲的精神病 所以她表格说 方母羊身体健康 只是有些反应迟钝 2016年 农烈11月18日 方母羊和张母结婚 这个张母呢 是花钱买了这个方母羊 结婚之后呢 这个张母发现这个方母 精神不正常 而且又发现方母无法生育 那么经过检查和多方打听呢 她就得知这个方母 跟同村的男人刘国才 那么是什么人性侵了她 是什么人对此负责 这个都没有交代 不清楚 反正一个这个精神有问题 女孩 大家都可以上她 这就这个故事 那么这里就出问题了 精神不正常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婚后才发现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疑问就是 这段婚姻是花钱买的 张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欠下了外债 结果娶了一个精神不正常 不人生育的一个女人 这当然是不可饶恕的 所以这就给了张家 对方母长期私报 和泄愤的一个借口 悲剧由此开始 那么她从2016年结婚 我们注意结婚的时间 2016年当时方母才20不到 19岁 那么一直到2018年 秋天为止 整整虐待她 虐待了两年 虐待两年 那么喝完酒之后的 这个公公丈夫 经常都去打这个方母 通常都是便利灵伤 通常打的都便利灵伤 除了这个打骂以外 还有虐待还包括了动 恶和禁闭等等 就把她当一个畜生一样的对待 所以呢 这个女孩最后毕竟扛不住啊 长期的欧打挨恶挨动 结果她在2019年1月31日 方母羊被虐待致死 那么这个故事呢 听起来非常的悲惨 但是还有更悲惨的 方母羊死后 她表哥说 方母羊出嫁是160多斤 说明她蛮胖的 蛮壮的 到被欧自打时 只有60多斤 表哥说 以前知道她在婆家过得不好 但是不知道 她被经常虐待殴打 但是我觉得你 作为一个表情 你知道表妹在婆家 被殴打虐待 你为什么不报案 你为什么不相信 官方替你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 磨害摧残妇女案件 不单单是一个刑事案件 那么这边又有问题了 既然方母羊父亲死得早 母亲有精神病 自己也有精神病 那怎么相得轻呢 谁把她介绍给张家的呢 那么这个彩礼钱 这个卖女 卖这个女人的钱 是谁收的呢 这个又留到哪个人的手里呢 那么方母羊之前 跟同村的男人刘国产 被同村的男人揉令过 那么是谁揉令了她 有没有报案 有没有对此负责 是什么情况下 对这样一个精神 有精神问题的女子 进行这个性侵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都没有交代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事情是非常离奇的 那么怀孕之后 是谁带她去做的流产手术 那么又谁 因为这次流产 导致了她最后不人生育 是不是这个手术 做的有问题 这都是一系的问题 从2018年开始 那么到这个 对不起 从2016年开始 到这个2019年 将近这个两年多的时间里 那么方母羊一直被虐待 那么同村的人来来往往 看到她被打得哭天叫地 难道就没有人报案吗 或者说是当地 就是这种风俗 这个女人在家被打 打伤了 打死了 都没有人管吗 这就是中国社会吗 那么死了之后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这个报案之后 法院的宣判也有很问题 最后这三个人 宣判的案情是 分别只处罚了 三年两年和缓刑 那么这就是对他们三个 私报着 这个方母羊的公共婆婆 和这个丈夫的一个惩罚 最高的刑期 不过才四年 不过才三年 但是最重要的是 后面这个罚款 罚款四万多元 那么这个罚的钱 又给谁来去承接呢 所以这个一系列问题 都令人非常的震惊 所有的命令都是 把这样一个 不知人间险恶的 精神有问题的女孩子 最后折磨自死 是谁杀了她 我要说的是 不光是这个张家的公共婆婆 还有卖她的表格 卖她的家人 整个中国社会 就是这样一个生腾环境 弱肉强食 杀人吃人 而围观者却觉得很正常 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干的 能不能分我一块肉 我们都可以大吃一顿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有一种隐约的感觉 这个金子冰女孩 在她自己家的时候 就应该经常会被 同村的燃人性侵 因此导致了流产 因为她嫁到了张家 不人生育 这个买卖变成了一个 赔钱买卖 遭到婆家的泄恨 后来在长达两年多的虐待女 被逐渐的虐待自死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连故事会都想不出来 有这么一个精彩的故事 梁家把他卖了 作为一个生殖机器 结果婆家发现 他不人生育 就对他进行虐待 最后虐待自死 打官司不是本着 替他伸张正义的 替他去讨回公道的 一个出发点 打官司为了赔钱 因为这个四万多块钱 然后对杀人的三个人 处理得非常的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令人惊悚的 他的尸体居然又被卖掉了 卖了两千元人民币 作为当地的一个风俗 叫配阴婚 天哪 你这个文化有多邪恶 看到活人被打死 没人管 但是你的尸体 却有人感兴趣 因为可以配阴婚 这就是中国故事 子宫卖钱 皮肉卖钱 尸体卖钱 连小说都不敢这样写 所以这个悲剧和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这个人力结构严重混乱 价值观严重混乱的社会 像马半雁 像方母羊 这样的悲剧故事 永远不会结束 还会上演 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 你永远不要想到 公权力 你能为这个弱势的人提供法律依据 他们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都是作为这个社会暴政的支持者 人吃人 惨绝人寰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正的社会生态 今天我这个短评的题目就是 女人可以当成猪狗去卖吗 卖的女人 买来的女人是猪狗不如 这也是当下生活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中 很多理性 尤其是农村妇女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他们被虐待 被家暴 但是警察却不管 还有唐颜皇子 清官 清官 难断 家务事 你要知道 这在一个文明国家 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如果你欧大人 你的妻子 你将要承受非常长的牢狱之在 但是这一切 在这个文化落后的中国 在这一个 传统力量 如此强大的中国 最后杀人吃人 都是没有人管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 这样一个文化 它怎么可能出现文明的基因呢 这个方牧羊只是中国妇女 一个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上演 但是前提是 必须抛弃掉中国的传统文化 必须对中国的价值系统 中国人的价值观 进行系统的改造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短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